新聞大白話年度破關解任務 任務一 訂閱新聞大白話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任務二 小額月費加入新聞大白話的會員 用行動支持優質節目 讓我們一起監督政府 林秉書好像就像是民進黨的縮影 處處靠關係 處處也都能夠喬嗎 現在甚至有觀眾朋友留言說 現在喬王要換人了 要換林秉書了 現在其他人已經不夠看了嗎 就連這個中榮 其實也都被爬出來說 難道也是林秉書在其中可以喬嗎 因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脈絡 當然就是承接上一題 我們講到說林秉書施打莫德納疫苗 第一劑在核心打 然後扯出了高嘉瑜甚至還劈腿 但他的第二劑竟然也有故事 第二劑是在臺中的榮總打的莫德納 那個時空是在這個十月份的時候來施打的 而大家就發現到說 林秉書媽媽的告別是這個送花名冊裡面 也有這個中榮的這個院長陳士安 他的十月五號就是到中榮去打的 這個第二劑的莫德納 大家要這樣子集齊疫苗 然後大牌強龍 但是林秉書不用 他可以搶在所有人大家之前 這樣子來打 到莫德納還打兩劑 那其實在六月份的時候 那個時空就已經有爆出來 這樣消息也是鏡周刊 他就講說台中也傳出 VIP插隊打疫苗 是PTT上面爆料的 那當時被點名的這個榮總 就講說 我們絕對沒有幫這個VIP打疫苗 可是林秉書就是被爬出來 你在台北有一間這個醫院有關係 在台中有一間醫院也有關係 那他跟這個陳士安 又是什麼樣的一個關聯性 除了這個送花之外 我們又往回去搜尋 因為林秉書可以牽扯到 太多綠營內部的鬥爭也好 或是利益的糾葛也好 在今年的一月份的時候 豐平寫了一篇 《白色巨塔染綠記》 講的就是這個北榮的院長玄缺 其實爆發了 包含了像是總統府 跟行政院之間的一個纏鬥 因為那個時候 這個北榮有兩個副院長 一個是陳士安 一個是陳威明 他們兩個就在爭取 誰能夠擔任這個北榮的 這個新任院長的角色 鬥得很兇 兩個人各有這個綠的 方面的一些背景 陳威明他那時候就是說 因為他那個蔡英文的母親 生前摔倒住院 就是由陳威明開刀 所以他的哥哥 蔡英文的哥哥 就非常的賞視他 但後來總統府就出來否認 但總之大家就覺得說 這個陳威明好像 頗有英系青睞的這個味道 但是陳士安 他也有這個英系的關係 他跟南部重量級的英系立威 是有親戚關係的 所以他們兩個人 當時鬥得很兇 但是沒想到最後 殺出一個陳曉晶是誰 陳曉晶在這個地方 我來看許慧恒 他當時就是蘇貞昌清典 親自面談之後 殺出了這個黑馬 打破了這個北榮中榮 分流管理的慣例 因為他本來是中榮的副院長 竟然跑去北榮當院長 就讓這兩個雙城之鬥 這樣子無疾而終 非常的遺憾 我們兩個明明就在比說 我們跟蔡英文誰的關係比較近 結果竟然被蘇貞昌 蘇系的人拿下了這個位置 所以當時陳詩安覺得很惡玩 他覺得要改尋他路 可能是這樣的一個脈絡 所以找到了林秉書 所以昨天吳董也在他的直播裡面講到 這兩人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連結性 我們先來聽一下 坊間聽說林秉書有承諾 這個台中榮總的院長 因為台中榮總的院長 當時會去台中當院長 他原來好像是台北榮總副院長 他在爭奪這個 他是蔡英文的關係的人 然後英系有關係不錯的 然後他是去搶這個榮總 院長的職務的時候搶輸掉了 就發佩邊疆跑到台中榮總當院長 他是台北榮的副院長 然後跑到台中去了 所以他一直很想要回來台北榮總 所以他就碰到林秉書 然後林秉書跟他 我現在也不是 我也不敢講是吹牛 可能真的有實力 跟他鄭瑩看 說我幫你這個台中榮總的院長 能夠調回台北榮總當院長 他想要有這個的 有這個的名氣 喬醫院院長要很大的八股 不是一般的 所以台北榮總 那台中榮總的院長跟台北榮總曾經當過副院長的人 他不是土包子 他不會說親你這樣子 你這樣講一講 我就信你 你一個莫名其妙一個林秉書我就信你 一定是旁邊有新潮流 他是不是就是看準了背後有新潮流 因為為什麼明明我跟蔡英文關係這麼好 最後卻是這樣子 還所謂的被發配到這個中榮那邊去當院長 所以林秉書當然不可能這樣一個角色就可以騙得到陳世安 他當然是看準了背後新潮流 搞不好有機會把他拉回北榮 所以其實你也看到從這個林秉書的脈絡 我們又竄出了這一串褂掌 原來蔡蘇豆也可以扯得到這個林秉書 亮哥 因為北榮的人士應該就是退府會 國防部比較有直接關係 這個就扯到蔡英文要不要直接介入 基本上我長期觀察小英 他大概只管到部長 雖然當時蔡英文跟蘇貞昌都否認說 這個北榮豆跟我們沒有關係 真的沒有關係 他是不是蘇貞昌的人我也沒有把握 可是退府會跟國防部絕對是影響得到的 因為蘇貞昌你也知道 他對警察局 銀行的人事案都非常強勢 小英也無可奈何 因為小英對這種人事案他不在意 不在意你就通通都被蘇貞昌拿去 所以我就比較難以想像 北榮 中榮這種醫院的人事案 小英會直接介入 因為你不介入 當然就會有人帶傳話 所以小英的意思不是這個是那個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會有一些英系的人 可是這個輪得到林秉書 我真的要打個問號 他到底認識的人是誰 因為陳時尚我也認識 他非常優秀 很優秀的一個院長 林秉書10月5號去打第二劑 那個時候已經開放殘劑了 所以只要你關係夠好 你基本上打得到 你懂我的意思 比如說只要大型的醫院 他一定有一定數量的殘劑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開放了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認識陳士安 他要幫你這個忙 打殘劑我認為是沒有問題 可是林秉書跟他吹牛說 我可以幫你安排到 北榮當院長 我覺得陳士安沒那麼傻 相信你林秉書有這種本事 他自己還待過北榮當副院長 還是他相信的是新潮流 因為退府會有新潮流的官 這個你去查就知道了 我就孤隱其名 當然他是影響得到 林秉書到底有沒有秀出 他的新潮流的關係 讓我們陳院長看到 這個我不知道 可是就是憑你林秉書 他是不可能去讓他相信 因為他自己在北榮當過副院長 知道人事案是什麼力量在決定 所以我就說 基本上是國防部跟退府會 這兩個力量就是 比較明顯有影響 如果蘇貞昌很在意 這個所謂的黑馬人選 他當然是可以找退府會 跟國防部去談 這個就很直接了 可是輪得到你林秉書嗎 最後你吹了一個牛 陳詩安可就聽了聽了 那再去Check一下 他也不是沒有關係 因為他有一個親戚 真的是重量級的立委 不能透露是誰 對 我們剛剛有不小心聽到名字 問一下漢婷 漢婷怎麼看 我先看榮總 中榮的聲明稿 就是針對林秉書打疫苗的事件 然後他兩點回應 他說第一個 因為林源的母親 長期都在本院門診急診住院 所以病故之後 本院就會送花籃 他說這叫人之常情 沒有 哪有那麼 每個人在病故你都會送嗎 應該沒有吧 中榮是這樣開花店嗎 對 你又不是開花店 你怎麼可能每個人都送 那顯然是要很有關係 那麼第二他的回應說 林源治本院施打疫苗 一切符合衛福部相關規範 這是他的聲明所說的 但是後面又說 那到底是不是殘疾 或核種身分接種 這個部分還要再釐清 不是 那你都還要再釐清 你都還要再查 你憑什麼前面先說他不違法 林秉書的活動 他以為是台南跟台中 台北 跑去台中打 對 就理論上他是台北跟台南 就是他的這些政商關係比較好 然後突然就這個地方 跑到台中 所以就起人一鬥 因為他的父母親都後來 他躲到台中去 是不是去那邊要錢的 應該是 所以應該是跟他媽媽 就是在台中榮種的相關關聯 不過當然 就是我認為這個吳董的講法 大概稍微這個 應該是林秉書對外吹牛的講法 比較可能是他吹牛 他吹牛說 我可以跟院長說 我來幫他喬 但我認為院長 不可能就只聽他一念之詞 為什麼院長願意給他這個疫苗 我認為有兩點 第一個就是 其實在當時 也不是只有林秉書一個人 疑似接種到特權的疫苗 在今年6月份的時候 就有人爆料 台中榮種疑似有幫 各個的董事長施打特權疫苗 就是各個重要的董事長 來施打疫苗 然後當時說為什麼 因為當時推測 也跟這些派信念都有關 因為陳世安跟陳惠明 當時要曾院長 但沒想到蘇貞昌指派了 許惠恆 然後出來接手 當時蘇貞昌自己怎麼說 他說 我這是化解北榮之爭 結果圓滿 蘇貞昌親自講了 他覺得說 我找了一個許惠恆來 我是幫助北榮 不要說我是指派我人滿 我是來幫你們解決紛爭的 但其實像北榮很不爽 明明我們兩個都是副院長 那你指派誰 可能我們底下大家都熟也都沒一見 而且其實他們過去都是分開的 分流的 對 而且理論上北榮跟中榮 其實像早年並沒有那麼多 直接的相關 然後你突然一個指派 中榮的過來 那當然大家就覺得 蘇貞昌你大權獨攬 而且這個事情 其實在蘇貞昌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本來民進黨很多其他派系 也就不滿蘇貞昌 什麼都要拿 什麼人都要沾 所以這個推測或是這個論據 是符合事實的 好 也就是說 蘇貞昌指派了這個許惠肯 然後反而把陳詩安安到了台中 那麼因此陳詩安 當然他希望回到台北 或者他就要去討好蘇貞昌 因此在六月份的爆料 大家就講說 所以他就會特別的 對於蘇貞的金主 或者會對於比較重要的金主 給予相關的照顧 可能就包含了特權疫苗 所以我認為林秉書 應該只是在這個陳詩安 他認為覺得說 在他認為可以照顧的人當中 多了一個林秉書 但並不是因為林秉書什麼 他就一定能夠讓我當上院長 他就一定背後有多麼 新潮流的力量 就大概知道 如果這個人 他大概也是跟民進黨比較接近 也是屬於民進黨這一掛的 那麼稍微放開一點給他 大概陳詩安覺得 這是他的一個權限範圍 但我認為接下來就要去查 就是說如果因為已經確認了 就是在那個時間點他打疫苗 怎麼樣都是違規的 所以陳詩安 那麼以及在中榮 在同一時間 還有沒有其他的誰 也都是有違規的 因為先前的那些都只是爆料 但沒有得到確實的證據跟證明 因為衛福部的系統沒有公開 貴衛生舉的這些資料跟名冊 也沒有公開 但能不能夠透過這個破口 要求他公開 可能查下去又要動搖黨本 對 所以其實這個漢庭的解讀是說 可能那邊就有很多的特權疫苗 但是其實昨天這個吳子佳 在他的這個直播當中 也有講到說 其實林秉書不就是在外面做黃牛嗎 那他很有可能黃牛的點 比方說像是小核心不知道有沒有 或者是台中榮總 會不會那些特權 反倒是林秉書牽線過來的 這個亮哥你覺得有可能嗎 會搞權利關係 他當然會從裡面也收到一些錢 很多都是買空賣空 就是我事實上還沒有幫你喬 可是我先許諾你了 我再來這邊講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他兩邊都認識人 會不會那一些 那一票去打的那些 所謂的特權到台中的 林秉書不是奇異 搞不好是他 沒有 他沒那麼厲害 沒有到那麼厲害 因為台中 台中有關係的人很多 還輪不到他就對了 不會只輪到你 應該這樣說 台中很多人都很有關係 所以他的關係搞不好 在台中施展沒那麼開 你不要忘記了 那個政信醫院也幫了一群人打疫苗 不是嗎 那個時候政信醫院自己也承認 台北市的 所以坦白講方方面面 還有雲林 雲林很多縣議員都說他已經打了疫苗 就是很多人 因為那個時候 李竹我說是剛剛講到的時候 7月16號 那個就太離譜了 可是如果是到了10月5號 那這種 坦白講這個殘劑插隊的現象 是到處都是 對 到處都是 所以大家就只能 期待說相關的這些單位 真的去查清楚 這當中有沒有違法 不過鍾榮他是強調 這個林秉書打疫苗 通通合法 那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馬上回來